多诗词超度 来回向整个世界 这个才是慈悲的责任 阿弥陀佛 慈悲仁爱 能成就一切善行得业 解杀吃素 能化解世间刀兵几亿 中华护生协会 慈悲的道路 与您一同前行 护持账号 42138483 42138483 顾名周华护生协会 接下来请收看 智慧菩提 如果能对于十一柱行 知足常乐 随缘而不攀缘 现前就得大自在 心尽心即现前 这样念佛才能相应 修行是把你拥有的 把你的念头 变成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以外 什么心也没有 这就叫一心 如果日常所使用的 是放不下 常常放在心里 即不能往生 所谓放下 是放下心 不是放下日常的正当工作 阿弥陀佛 四千法门 无一不是净土法门 无一不是在于定心 静心 念佛的方法 便是将贪嗔痴减少 心中的光明 定力就会现前 定力就会现前 念阿弥陀佛是真忏悔 心里只有阿弥陀佛 恶念就消失了 现在的社会 处处处皆陷阱 一切时 一切处 提高警觉 不要失掉佛号 切要记着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各种学生 修行法门中 没有比念佛 供养三宝更好的法门 如果能够并修两者 就是不惠双修 就是不惠双修 是不惠双修 主要 亏双修 不是不惠双修 对 是不惠双修 是不惠双修 劝一人念佛比自己念佛功德大 劝百人念佛就是菩萨 劝万人念佛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念佛要如细水长流念念不断 念到一心不乱心静一如那就是参禅 心中常有佛号意念不忘 凡一自觉有对不起诸佛 菩萨的行为或念头升起时 便立即警惕并改过 念佛由直有关 一切杂念万元通通放下是指 一心专念六字弘明 清清楚楚是关 人不必贪求 要放下一切把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守住了 心地就能清静 佛法有代业往生之法门 否则凡夫修行必须经过三大阿僧奇节 然而净土法门的代业往生是代旧业而不是代新业 任何法门 都须断烦恼才能超越轮回 唯念佛法门可以代业往生 只要扶着烦恼 让恶因缘果报不起现前 即可出离三界 无论 如果人人心中有佛 人人眼见耳闻 所作所行都合于佛法 那么当下就是佛的世界 就是清静祥和的极乐世界 宣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具备三种心 制成恳切心 深信不疑心 回向发愿心 念佛是心理建设 也是一种希望工程 将心建设成佛国净土 心理念佛 相信佛有他心通 必定知晓 口里念佛 佛有天耳通 必定听见 身体理佛 佛有天耳通 必能得见 圣好就是解毒之药 心有贪嗔痴三毒烦恼 只要圣好在心 虽有烦恶 虽有烦恼 平时要念佛 还要有关诸法皆空的智慧 到临终之时 才能万元放下 一心念佛 ​ 持戒念佛,只要戒手的清静,又能念佛,一定往生 真正念佛人,身心自在快乐,远离一切苦恼,时时都有三宝加持,诸佛护念 心念佛时,就是向着极乐世界,心想财色明石碎,就是朝地玉砖 剁恶道的人,都是迷迷糊糊趣的 没有一个清醒的人,会到三恶道去 所以我们平时,就要确实做好,持戒念佛的功夫 以免临命忠实,手忙脚乱 唯有警觉人命无常,至心念佛,才能临终无补 为神话念佛 佛会打妄想,就是业障,有业障更要多念佛,多拜佛 修净土法门 我们的原则就是要持戒,要念佛 持戒才能老实念佛,老实念佛才能守戒清净 把一切妄念佛 都设归都设归一句佛号,自然一切戒律都不会违犯 要想静中念佛 念佛能安然,功夫能相应,平时要动中修 不是整天关在家里念佛 大众是要发心去做,去培养福报,种善根 不惜牺牲自己,成就别人利益 这就是动中修 佛号 要如何念得好,就是日常生活事事要做好 住缘具足,才能成就我们的大业 念佛,成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有生托死 就应该认真遵守五戒 十善 如果真正持戒修善 一天虽然只念十善佛号 也决定往生 也决定往生 否则边造业边念佛 就算一天 就算一天念十万生佛号 也不能往生 也不能往生 各位菩萨 阿弥陀佛 我们最近成立了台湾 燃灯功德会 顾名思义,燃灯就是点灯 点什么灯 菩提心灯 菩提心以大慈悲为由 以大怨为助 以大智慧为光 所以透过燃灯功德会 我们去护持全世界的出家人 我们帮助那些贫穷的 甚至每个月好几次做便当素食的 送到他们家 再给他们佛法 透过燃灯功德会 很多人了解了点灯的殊胜的意义 而把点灯变成一种慈悲的生活 去护持三宝 去利益更多的友情 去广结善缘 愿大家多关心燃灯功德会 阿弥陀佛 点一盏新灯 照亮自己也照亮世界 护持照号50323858 50323858 护名台湾燃灯功德会 观音佛三妙燃唱 清清终燃未夹声 前出彼岛 前出彼岸 可海胸走斗连车 Namok 前出彼岛 互生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素网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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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